你看老师,有没有用过RSS? 没有 比较少 好 因为RSS一定要 为什么说我会在今天刚开始就跟老师讲 我的最爱您还在用吗 比如说 您的最爱里面一定有什么 有很多网站 对不对 你会不会每天或者一段时间就去那些网站 孙孙老老的 我会在那里面都没去孙城 那这样你还加入我的最爱那不是 你俩爱贵 你那么爱他你都没有去爱他 都没有去关照他一下 那么每个网站其实更新的速度不一样 对不对 有些网站其实很久没更新 但是有些也许可能一两个就更新 有的是每天都更新 但是你不可能打开你的电脑 请问一下老师现在打开电脑之后 地键事情是做什么 我现在只要是上课不管到哪个地方上课 同学地键事情就打开FB 除非像我们在这种考试 学校全部还特别招了一个分享器 就是老师可以控制上网 原则上 你除了你可能最常见的就是打开你的email 对不对 去收信嘛 可是信很多的时候也是很乱 也是很乱 尤其有些老师如果您这资料在里面要找 总是不方便 那么 其实RSS呢 我们给老师看一下 老师没有去过那个天下杂志 没有去过他的网站也有看过嘛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天下杂志事实上有影音 也有那个电子版 好 也有电子版 你可以看一下在这里 如果你想要 随时掌握 这个 它里面的最新的文章 最新的讯息 你会不会每天来 每天来是可以 但其实还有期间 尤其说 像我刚刚讲的 你的资料里面那么多 你一天要抛几个出来 每天就去 很辛苦的去外面看一看 那么RSS 编导过来 RSS的目的就是叫做主动推播 也就是你进来之后呢 他把所有资讯都整合在里面 你进到这边 RSS它有个叫阅读器 那不管你用网站的 还是用软体都可以 它只是一个格式 那您可以直接进去看 那我进我的比老师看一下 您今天用 用这个 我是用Gmail的 这个Google的阅读器 那您用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也有比如说你用Outlook也可以 Outlook也有这个功能 或者其他软体 好我现在进来之后 我就看到了 有没有看到我有订阅这个 天下的精选 进来就看到了 对不对 事实上我订阅的很多 有没有很多网站的 对不对 可是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每次都去看 那有新的 资料的时候 我就可以来这边看 你看我的手艺 我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说 这里 有哪些网站有更新 有没有 我就点进去看吗 直接看就好了 所以 我不用 那么辛苦 一打开电脑 赶快充好充好去 自从网站去看我有更新的 问候一下 不用 有更新的 我就会自动 资讯就会自动出来 这个不是新技术 只是我发现说 一般 不管是老师或是学生 用的真的很少 为什么呢 因为 比较少了 告诉你怎么用 那么 你也许没有在用 但是 您一定看过 这种图 有没有看过这个图 很多地方 这种这个图 比较特技 就是用这个 好 今天呢 您可以看看 如果你点进去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有告诉你 那至于管他的 你不 不用管他格式 那是技术性的问题 我们要是收集资料 很多网站都有 你可以发现说 你看 天下我刚定的就是这个 因为他要有倉件 对不对 还有其他的 他也有特色新闻的 你看还有影音的 所以就看你要订阅哪一个 您呢 可以试试看看 我就把这个网址把它复制起来 假设我定他的影音好了 您到这边 影音我在这边是没有定 直接按订阅 把那网址贴上去就好 这样我就定下了 有没有 但是很重要的 你这个RS的定阅 一样 要整 不然 一样跟我的最爱一样 最爱就泛滥了 所以 您可以看到 我们左手边 这个 是我 做的分类 你看到的这个图 下面这个 这个是我的 标签 我的标签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 这是跟运动有关的 这个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部分 我来做一个标签 比如说这个是跟运动有关的 生活资讯 你看我之前的 我之前只好分类过的 他就会显示出来 你把它归纳一下 打算我们整理资料 也是要平常的 要做的功课 你不是说 今天要考试了 还是 我这个要了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来 我一个一个全部都弄 那这样很累 可是我每天弄一点 每天弄一点 就整理好了 我的资料处就成见了 那成见你可以看一下 像我左手边 这个我就先取下 你如果说的关键字 就是用豆瓶隔开 豆瓶隔开 那比如说您看 像 假设这一类的 我现在看到这个 我可以把它 加入一个什么 资料夹 比如说像这一种的 是属于每天应该 要看的 我就会 中文的软体资讯 这个应该算是 健康 中文资讯 你现在看到这个有中文的 这个都是 这里有个美日地图 我就把它归纳到这边来 那么 我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 我这边 有没有很多不同的资料夹 对不对 比较重要的 我就把它归纳到这边来 假设我要上 我就看这里 我就可以把 比较重要的归纳出来 英文的 对不对 或者不一样的 像这样 把它整理出来 那么以后我要找的时候 我除了可以用这种 资料夹的方式去看以外 我也可以透过关键字 比如说我今天 就是想要找这个 跟 违反的 怎么样 那个 体感的那个 感应既有关的 我只要有 当初我有归纳好的 所有的资料通通都在里面 要你了解 例子吗 这个目前不多 Google文件的 应该 Google的搜寻记条 比较多 你看 我这样一找的话 有没有发现 我的资料就可以很多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要收集哪一个主题的时候 我就去找一找就好了 我的资料付真的很 很丰富 我就不用担心 我还上课的时候 我找到东西可以加 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法 那 这里呢 要请老师留意一下 因为当你 文章比较多的时候 这个 有控制键 因为 这个文章呢 有些网站 他所提供的是 摘亚 你要点过去才能看完整内容 那有些网站他是 整篇文章都给你 所以你要哪一个都没关系 但是你有沒有发现我这样拉 有点累 可是如果要控制键 有没有 一次就跳一个 开篇文章 可以一直往上 这样是比较快一点 等于说我们在看这个 文章内容的时候 我就会很快的去做 当然很重要的 因为Google最强的 就是他的收集群 所以如果 关于 老师你平常没有做工作的 就是没有做搜索 这些分配 也没有做关键字的 你就用 你就用他的 收集群来找 找什么 找你自己订阅的内容 但是比较简单 对不对 至少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很快的找到你要的 所以 我想老师可以试试看 另外一个跟老师可能 因为我们机械科学的可能跟这个 这个 网站我就觉得蛮不错的 老师有看过这个网站吗 这个有很多新的讯息 您看 叫做 泛科学 那 他的网址我直接把它贴进来 这个网站我觉得蛮好的 你们可以 参考看看 我到 这边 给老师看一下 因为我发现他上面的新资讯很多 重点是因为他都 有人翻成中文 因为很多这种国外资讯 如果你们翻成中文 我们在看 不大容易 对不对 尤其有很多专业名词的 那您看到 你看 他就会有很多报告 研究 像这个 他还研究了一些不一样的 你看 很多 蛮奇迹特特的主题 像这里都看得到 所以 他 当然也会有什么 有没有RSS订阅 那当然如果您 还不曾用过 你想要用这个email 也可以 不过说真的 如果 你的罪爱 也是很多的那种 还是不建议 各位 用电子报 因为电子报 只会把你的新墙塞到 对不对 因为太多了 那我把它缓解您 好不好 您先试看看 我们先请老师 应该都有Gmail账号 有没有 如果您有Gmail账号的 或者您的那个 智慧型手机 本身就是Google Andro系统的 反正你本身就有个Gmail账号 您可以用那个账号登录之后 您进到您的 那个叫做阅读器 Google首页里面的更多方面 就有个叫阅读器 您可以去订阅看看 我们刚刚提供两个给您参考的 一个是天价杂志的 好 天价杂志的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叫做 泛科学 好 泛科学 那个网址我等一下 哇 这好像写在上面 我给老师 参考一下 您并阅看看 试试看看 用这种方式 你会发现说 搜集资料 真的简单很多 因为他都主动把 资料送到你的面前 你能 去往后 打到谁 这个速度会快很多